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控采用了一块10英寸的液晶屏 这个尺寸在卫星车里还是不作见的 显示的效果不错 功能上支持蓝牙和百度的carline 下面还有一些产用功能的实体元件 空调出风口下面可以看到有一个12V的电源和一个USB接口 整体的配置在这个价位的新能源车里边还是算比较多的 那么空间方面 因为座椅的高低是不能调节的 所以现在我的头部还有三指多一点的距离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排 来到第二排 可以看到空间表现和我们之前接触过的微星车差不多 我的头部和腿部空间都比较的局促了 配置上有一个单独的USB接口 这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同时这个车中间地台不是很高 所以整个耗牌的表现还算说得过去 动力部分 新特儿D1V1搭载了55千瓦电动机 最大扭矩是170牛米 搭载了35度电的三元锂电池速 价格方面 新特儿D1V1有三款车型 除了面向大客户的定制版之外 面向消费者的创制版是66,900 创锐版的是71,900 目前来看 新特儿D1V1主打的市场肯定是室内的通勤和代步 如果你的用车需求超过了这个范围 那么这辆车就不是你的收效了 那么关于充电和续航 我们也会在大家试下车之后进行详细的实测 欢迎您持续关注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这期的快充装 咱们下期再见